环保学者排排坐 旁边看板密密麻麻 近百位研究空污专家挂名 站出来要为台中市长林佳龙 说句公道话 2016之后 就是说开始慢慢在改善 我们会发现台中市的空去 很多时间点 居然比北部来了好 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现象 坚定的有信心 所以这个部分 很多的这个学者专家 他们勇于站出来 把这件事情 希望能够讲清楚 学者研究台中空污 从2016年林佳龙上任后 祭出政策不断改善 消息传到扫街拜票的 卢秀燕儿里立刻回集 我们可以理解 在选举期间 那可能要动用一些 龙悠悠的学者 然后替林市长背书 卢秀燕拿监察院报告 打点林佳龙 直指火力发电厂 删减声媒使用量 与过去用量相差不远 上宣传车扫街前 卢秀燕还说 今天空气不好 一边发口罩给记者 对手猛攻 红无问题 林佳龙出席 新院高中校庆 有感而发 我觉得这场选举 为什么我选得不快乐 在这种 几乎是净于 人格谋杀式的 抹黑的时候 难免 其实真的心里是很难过 林佳龙上午参加 中恒中八通行记者会时 听到学者力挺 就说感动到要流眼泪 没想到接下来参加校庆 还感性的说自己选得不开心 选战倒数空无攻防 牵动林佳龙连任之路 现在新闻赵英光 陈振动林佳文 罗里杰 事小组台中报道